上面安排我去抢个银行 我这刚准备好老丈人就跑过来要钱 想要钱这还不简单 我翻手机带老丈人去抢一批银行 我这人就是主打一个陪伴 老丈人主打一个猛逼 你是真他苗虎啊 不就是二十万彩礼 你这就抢银行了 郑峰 这次的安全演习 你跟小黑子两个人没问题吧 我就算了吧 我做不了这个安全演习 咱们这可不能拒绝 要有觉悟 你不是一直想进网络信息课吗 这次演习好了 我给你安排 我郑峰坦荡一声 吃点小安小会 你给我发位置吧 总之你听安排就行 尽量逼真 那我抢了东西能跑路吗 陶峰为什么不跑 不然显得阿瑟很呆的 你要能跑路阿瑟那里奖励你一百万 我一百万 根本花不完 根本花不完 这会儿我接了 演习当天 郑峰提着包就准备出门 刚打开门的一瞬间 就看到老丈人气冲冲的站在门里 郑峰 我告诉你 你今天要是不拿出二十万彩礼 你就别想娶我的女儿 爸 我现在有事 必须要出去 没办法给你钱 要不 我过两天给你 你小子少来 上次你也是这么说的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 你就是想生米煮成熟饭 到时候好奖价钱 爸 我今天真有急事 要不我们改天再说 我怎么这么命苦啊 好不容易养大一个女儿 这么优秀 居然找了这样一个男人 郑峰掏出手机 看了一下时间 现在已经八点多了 距离约定的时间已经到了 爸 我现在真有事 来不及了 等我回来给你四十万 总行了吧 四十万 你以为我会信 二十万都没有 还想拿四十万 你要是真没钱 你就给我抢银行去 这样吧 我要去探银行 我给你取二十万去 可以了吧 哼 这还差不多 不过你哪来的二十万 你小子是不是忽悠我 哎 走吧 你还要不要了 你看爸 我这也到银行了 你在车上等我 我去给你取钱就回来 休想 我要亲自看着你取 不然我可不放心 你什么情况 你迟到了你知道吗 专业一点好不好 你是谁 郑峰 你又在外面认识了什么不三不四的人呢 啊 啊 郑峰 你怎么回事 这老头是谁 我是他爸 有什么问题吗 不是 我绿绿 今天这日子 你把你爸带过来了 呃 不是我爸 是我老丈人 你大爷 就算是你祖宗 你今天也不能带过来啊 我有什么办法 他一直缠着我 我要不带他来 他抱着我退不走 不就是取个钱吗 咱们跟客户街头一样 不会是没钱吧 钱都是小事 取钱很简单的 咋地 我是看你们来取钱的 你俩这是要去西天取经 唐僧呢 被妖怪吃了 此时的郑峰 也没在乎老丈人的疑惑 抬手就看了一眼手表 然后开始倒计时 你们到底在干击毛啊 什么十秒 那个郑峰他老丈人 对不住了 这球材 我害命 小活命的 对我都怕地上 钱给我放到 我能看到的地方 命是自己的 赚个三四千块 至于这么拼命吗 此时的老丈人 只感觉自己脑瓜子嗡嗡的 做梦 也没想到他这女婿 为了二十万 直接抢银行 抢银行也就算了 居然还带着老丈人 一起抢银行 那个老头 虽然你是老丈人 但是麻烦你老人家趴地上 咱们要一视同仁 嗨嗨 那个姑娘的名点 我们直接踩 不是节奏 上面安排我抢银行 我想都没想 就带老丈人来抢你 抢谁不是抢我玩的 就是一个语录军瞻 顺便让老丈人当个人质 拜托大姐 你这是在搞什么 我只是劫财而已 不劫子 赶紧起来 给我开门 这了 钥匙在主管手里 我们开不了 开不了 你觉得你能不能抗住我的子弹 真不骗你 主管出门了 这个只有主管能开 怎么办 这门都打不开 第一步就歇菜了 正风此时有些猛逼 然而这时 大脑传来音音声系统提示音 现在开始 加载领务系统 系统奖励宿主黑客技能 同时获得领悟值100点 什么情况 我想银行呢 这是什么声音 难道是传说中的系统 真有着玩意 然而这时候 南江市的寻补局赵局长 跟前局长正在喝茶聊天 这场银行的抢劫案 也是他们两个发起的演习 只是为了测试寻补房的反应能力 还有指挥能力 这次安排的人怎么样 放心吧 我给你找了两个傻愣 很快就抓到了 是吗 灯架抓到了 直接开发布会 咱们今年的演习指标算完成了 上面就知道折腾我们 哎 上次幼儿园演习 可把我们的脸丢完了 成了其他城市的笑柄 这次可不能出意外 放心吧 这俩人啥本事没有 这个正风是个气管炎 估计现在快尿裤子吧 不好了 前局长 咱们南江市的西村银行 被人给抢了 被抢了 大哥 到底怎么回事啊 刚才局子里有人来报案了 就在外面 此时的银行刚觉醒系统 简单了解了一下系统 反正也不懂 只觉得牛播音 正风 咱们进不去金库 我们怎么办 要不我们直接跑路吧 这应该也算抢了吧 我们现在要是跑了 那角力是抖音上的头条 年度最总劫匪 而且我们的任务是 不能轻易被抓 那怎么办啊 看我给你黑进他们的服务线 你还会这个 他会个屁 他要是会了 我把自己挟持了 你这是在干嘛 闭嘴 别打扰我 正风 玩肚子了 我们被包围了 趁快 这狗日的赵局长 肯定通风暴陷了 不讲武德 没事 别怕他们短时间不会进来 至少也要先跟我们谈判 各位观众朋友 现在你收看的是 我们为您报道的银行抢劫 就在刚刚 两名歹徒控制了 本市的西村银行 劫持人数暂时未知 目的不明 我们现在进行全程直播 卧槽 汉匪啊 抢银行 流皮 哎呀 劫匪帅不帅啊 要是帅的话 我好想让劫匪截个瑟瑟 阿平 看你头像真是愁死了 有那时间 还不如装一麻袋钞票呢 各位观众 我刚才已经连上了银行监控 现在可以看到里面的情况了 这俩劫匪傻吧 行不行啊 监控都不知道去了 不专业不专业 就这样的劫匪 我奶奶用裹脚布都能打八个 这俩人干嘛呢 在那玩电脑呢 不知道啊 好像在弄什么东西 不是 你找的这俩人行不行 抢银行就认真点 还玩上电脑了 这个 这样的好诈 好诈是好诈 就是显示不出来我们的实力啊 镜头拉近一些看 卧槽 这是什么东西 我似的黑客 这家伙在编辑一个程序 速度贼快 啊 就用这电脑编辑程序 我以为他们在玩四三九九呢 局长 我们是不是现在就冲进去 冲个屁啊 人质不管了吗 你进去都给秃秃了吧 老赵 你他们要从哪找的这小子 这么牛搏仪 你是想害死我吗 我不知道啊 他很厉害嘛 我就是网络安全科的 这么说吧 这小子比我还强 啊 什么 刘正峰被选中 参加安全运行 没想到他的任务 现在是情人好 当假手枪一套 面具一戴 看着六亲不认的你 你这玩的就是真实啊 你无意发现有人逃跑 自我领悟 一切一心多用能力 这玩意好啊 一心多用 这是妥妥的单核 升级成了多核处理器了 这一枪只是警告 下次再敢动歪心思 直接打碎你的大西瓜 小伙被吓坏了 这是他第一次感觉 凉凉 是距离自己是那么近 刘正峰 潇洒 敲了一下电话 本来所有这个门就救开了 太猛了 就救开了 小意思啊 唯一的遗憾 就是打不开金扣的大门 因为里面是要是火 我的天 他是怎么办到的 我算是知道 他们为什么不把监控给关了 这是挑衅家装币啊 拥有关闭监控的能力 我却偏偏不关 主打一个嚣张 孙光 这次的指挥交给你 你要好好表现 这次就等于是给你镀金了 你要明白 是 保证完成任务 先把银行的房型图和犯人信息 给我调出来 他们进银行 应该不会带着头套 看看到底是什么人 同时将银行附近的车给我清理了 银行附近的道路给我设置关卡 临时交通管制 试一 正风 咱们手中总计二十四个人 现在怎么处理 给他们双手捆上炸弹 然后 关在房间里面 布置炸弹 如果有人闯进来 直接引爆 这是世纪汉匪啊 随身带着炸弹 完了 明天的婚礼 看来是办不了 告诉我地址 明天我去帮你入洞房 你这是杀人猪心啊 咱们这两个炸弹给谁保诈 男的一个 女的一个 婚开关押 男的就给他吧 老丈人 对不住了 到了下面记得托梦吧 不过千万别找我 刘正风 你真是个人才 我不就是要你点彩礼吗 你居然把炸弹绑在我身上 这是怕我干得不彻底啊 其实你才是主谋啊 要不是你说让我抢银行 我敢进来吗 你现在投降算是自首 我让我女儿等你几年 彩礼也不要了 你看怎么样 老丈人 这个时候 你还那么关心我 我真的很感动 是我对不起你 跟你要了二十万彩礼 要不然你也不会走上 今天这条路 老丈人 咱们是一家人 你要帮帮我 炸弹就放你身上吧 放在别人身上 我不放心 安心一点 只要寻步没有大动作 就不会引爆的 他们在说什么 那个老头这么可怜 身上还被放了炸弹 有没有懂淳于的 我懂 你要是不放了我 我就倒地上了 然后劫匪 赔给了他一个炸弹 孙主辉 我们找到了银行的建筑图 身份还没确认吗 身份已经确认了 两名都是退伍军人 戴着猴子面具的是刘正风 很强的黑客技术 炸弹是从他包里翻出来的 估计有一定的化学水平 心理素质极强 开枪没有任何顾虑 是个狠人 这是来了两个爆破专家 专业罪犯 自己不应该承诺刘正风 抢劫成功给奖励 没想到这小子居然这么拼命 但是不排除现有的人质里面 有他们的同伙 那个炸弹能看出来真假吗 目前人质被关押的地方是更衣室 里面没有监控 看不到情况 更不知道真假 小妃子将人给关起来后 不知道该干嘛 毕竟自己第一次抢银行 业务不熟练 完全不能赖他 我们现在去干啥 金库的钱早上应该运过来了 但是我们没有专门的设备 来打通保险库 银行不是一般都给有钱人保存东西吗 里面肯定有好东西 但我们毕竟是演习 这保险柜的东西 很多都是私人隐私东西 我们拿不太好吧 我们现在是什么 是劫匪 劫匪要是不抢点东西 那能叫劫匪吗 你说的似乎很有道理 不证明自己的凶悍 怎么证明寻部门的厉害 怎么拿奖金 虽然那个高个子身材不错 但自己可不是随便的女人 如果非要 那是不是要反抗一下 不反抗又不刺激 对 好纠结 别弄弄捏捏的了 没人看你 哼 你们就算是劫匪 也不能这么打击 一个美女的虚荣心吧 你们客户在这里的保险柜在哪 你们要对你们刚才的措辞 对我道歉 我才带你们进去 这美女挺有性格啊 漂亮 行的吗 嗯 这还差不多 这里就是客户保险柜了 钥匙都在客户自己手里 我们也没有 只是提供一个保存服务 毕竟没有什么地方 比银行还安全了 现在不就是银行被抢了吗 这还能算是最安全的地方吗 哎呀 咱别惹活了 这玩意咱打不开呀 我带了两个东西 我带了俩钻孔机 还带了两百根钻头备用 兄弟 你可真是最想辅助啊 此时的指挥车中 前局长和赵局长 看到刘正峰和小黑子 居然要弄客户保险箱 有些惊讶 这俩货弄啥呢 这要是真的把客户的东西弄丢了 那后面就算说明是演习 估计也会招来一堆投诉 这两个人难道不知道分寸吗 这两个人到底想要干嘛 五旬补能不能冲进去 恐怕不行 这两个人在人质身上绑了炸弹 而且前后门也都有炸弹 将两个罪犯的身份公布出去 给大众一个交代 同时也给两个嫌犯一点压力 这个孙光有背景 这次的演习除了完成上面的指标外 还有一个目的就是给孙光赌金 谁知道你给我找了这么两个奇葩玩意 谁知道他们两个这么认真 不过认真也是好事 至少上面的人看了会印象深刻 而且南疆市的群众也会觉得更加安全 要知道 这场直播整个龙国都在看我们 刚才我们获得了最新情报 目前银行劫飞有两人 一名叫刘正锋 另外一名叫张伟都是退役选手 如果有最新消息 我们会第一时间播报给你们 难怪抢些四拥的那么顺受 原来人假是退役选手 这下可有的看了 大事不好了 南疆市有人抢银行 是不是演习啊 不是一直有演习吗 目前银行劫飞有两人 是刘正锋跟张伟 据说都是退役选手 抢银行的是苏婉的男朋友 不可能吧 苏婉的男朋友可胆小了 众人打开电视 直播画面中公布的照片 真的是苏婉的未婚服 苏婉面色一白 感觉一阵天弦一转 差点栽倒栽定 苏婉 别激动 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 可不是 就刘正锋那个胆色 肯定是被人给坑了 这次的银行截止案中 主犯刘正锋 此人心思细腻 胆大妄为 被绑人至终 15人是银行工作人员 另外都是前来办理业务的市民朋友 其中一位老者是主犯的老丈人 由于这名老者被女婿绑上了炸弹 这造成巡捕们无法强攻 其实挺能理解的 有时候我也想给我老丈人绑上炸弹 没事 你们不用安慰我 我相信他肯定是有什么原因才这么做的 我是巡捕队的指挥孙光 你有什么需求可以直接和我说 什么要求也没有 不过我要提醒你 千万不要来硬的 我这人容易害怕 你们要是强攻 我这手很有可能会按到引爆器上 还有我的门都撞上炸弹 你们通过监控已经看到了吧 这家伙果然是嚣张 原来是真看不起他们 才把监控故意给留了下来的 居然看不起我 别让我逮到你 让你跟我明牌 你这是对所有寻补的侮辱 小黑子 在这呢 叫你怎么不回应 找到什么东西了 都在这呢 等一下我们背包清空 就把这些东西装上 指挥车中 孙光看到刘正峰手里的东西 直接抓狂了 随机下车 找到了一个隐蔽的地方 打起了电话 这小子拿了一个东西 是开发商蜈蚣的 这家伙不老实 手里估计捏着不少东西 这两个劫匪说不定就是有人派进来的 放心 我会制造意外 把事情做干净的 刘正峰和小黑子走出来后 就在大厅找个位置坐着 这时 刘正峰发现了 从厕所出来的脚印 因为地面是淡淡的水 在灯光的照射下 有点散光 你发现了脚印 悟性极高领悟了追踪一级 获得领悟值一百点 开始自我领悟 追踪提高到等级三 刘正峰的眼中 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一穿淡蓝色的脚印 从厕所出来 在大厅逗留了下后 就躲到了银行柜台后面 没想到 竟然还有落网之鱼 我去 反应这么快 你又变上天了 这家伙不简单啊 汉匪的特征之一就是能打 完蛋了 还以为要这么快结束了呢 没想到才刚开始 风哥这个盲梯简直觉了 近战王者啊 你们两个想银行 单字倒不小 你这家伙哪里冒出来的 开招 想要知道吗 朝我这 开招 我认识你 你是张震 想不到你还是我的粉丝 既然你们认识我 那就不要废话了 要么自己把自己绑好 要么我把你们打发下后 再把你们两个绑好 这个人不是那个什么 省内的职业格斗大赛冠军吗 虽炮这么大马 就算他是世界冠军 也打不过我们两个人 干这个装臂饭 你观摩张震的起手势 天赋一扁 学会了一起八卦掌 开始自我领悟 八卦掌等级提升到三 那就让他见识一下 什么是真正的国术大师吧 你在这玩角色扮演吧 居然还成了国术大师 张震当直冲了 全速离风 柔正风双手换 一个照命 张震就飞了出去 已经失去了 这宫殿锁还真是卧虎藏楼吧 这随便出来 两个人抢银行都这么厉害了 叨诈了又会黑客又会打权势吧 你们宫殿锁是偷偷研究生物进化了吗 赵局长你是怎么带出这么两位神仙手下的呢 他俩一般除了工作上的事情 不会和其他人接触 没想到居然会干出这个事情 一般这种人都有反社会人格 不和人类接触 大兄弟 你跟刘正风说下 我不要他猜理了 只要他把我放了就行 我知道了 我会和刘正风说的 你们到底想要干吗 我可以满足你们 要不然这样吧 你给我准备50套雨衣和50个面具 还有50个背包 以及50份披萨 面具一定要势头死人的 跟我们脸上的差不多 我马上给你准备好了 你们要的东西 我给你们带来了 放在门口就走吧 要不然我进去聊聊 聊就不必了 你们只要听我们的就行 你真以为我会敢杀人 不要挑战我的底线 酸光 怎么样 这人很谨慎 不好对付 门口的炸弹 有两种引爆方式 一种是触发式的有根隐线 只要推开门就会爆炸 另外一种则是遥控的 虽然看不到正面 但是能看到微弱的灯光 似乎是电路板 小心点 让他们跑了没事 还能再炸 但是有人伤亡 那就是另外一个性质了 放心 咱们是猎手 他们是猎物 跟我们比耐心 他们会先崩溃 刘正风暂时将引线拆除 让两个人质取拿被爆 这两个人质其中之一 就是他的老丈人 老丈人 咱们好心提醒你一句 虽然对面就是寻补 但速度肯定没有我引爆炸弹快 所以不要乱想 咱们好好合作 争取早点结束 好好 我会好好做的 观众朋友们 现在银行里有人出来了 但是劫匪十分谨慎 只让两个人治出来 出来的这位 好像还是劫匪的老丈人 我们大家可以看到 他的背后有颗炸弹 监控里面看到的画面是真的 他真的给自己老丈人绑上了炸弹 人家把女儿嫁给他 他居然反手 送了一颗炸弹当彩礼 这个炸弹还在闪烁着呢 是不是要引爆了 真是人才 不光会黑客技术 居然还会制造炸弹 郑峰 这里面是不是有吃的 我一大早就去找你了 到现在还没吃饭呢 没事 人一人就过去了 叫了这么多的披萨盒盒背包 难道不是给这些人吃的 刘正峰 你这个臭小子 我都闻见背包里面 披萨的香味了 你居然不给我吃 你还有良心吗 我心情不好 说话给我注意点 把他俩弄回去 老丈人不敢说话 现在的刘正峰可是汉 走的是六亲不认的路线 万一惹毛了他 整不好 还要送自己一个黄铜小礼物 你要这么多的披萨干嘛 背包里面有没有东西 一眼就能看出来 咱们从客户保险箱里拿的东西 不多 但也有好多金条手势 我要这些背包和披萨 就是为了看起来 每个人都一样 怎么样 吃的还满意吗 还不错 要是有点喝的就更好了 对不起 是我考虑不忠 你们要是有什么需求 可以提出来了 我们能满足的一定满足 你们的时间也很宝贵吧 可以啊 先给我准备三十辆车 停在银行大门和后门 车头朝外 同时你们的寻补车 给我让开一条路 车头朝银行 三十辆可以 但是需要时间 要不然你们先放几个人质 我也好跟上面要求下 速度加快一点 我会先放四个人质 我们要放人吗 对 先放四个人质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没有啊 你干嘛这么问 因为我看到你拿了东西 你看到了 之前我一直没说 想要你自己说出来 但现在我们准备跑路了 你还不说 我只能提出来 这和你没关系 我自己的事情 你这是在犯错 你带算统计 就是为了找这个东西吧 其他的都是借口 这是演戏 但你要是犯错了 一样会被抓的 我们这些社会底层的人 有的时候身不由己 我们只想好好地活着 有问题吗 你说的没错 真羡慕你 有个这么漂亮爱你的老婆 还有父母在 就算是老丈人不是人的一点 但也是活生生的人 而我呢 父亲嘎了一点办法没有 现在就连家里的地和房子都要没了 你根本不会理解 咱们现在有关注度了 这东西可是很恐怖的 不管你发生了什么事情 只要有流量起来 就必须重视 当时是一家企业看上了我们家的田 但我爸妈一辈子农民 除了种地什么都不会 就拒绝了 有一天 他们来到田里 让我爸卖掉这块田 我爸自然不同意 他们就交汽油 一把火将庄稼给烧了 我爸赶紧救火 谴责他们的行为 也被他们推进了庄稼里 如果按照你的说法 当时不应该没有目击者吗 你又是怎么知道的 后来那帮人又来了 他们说赶紧把的卖了 要不然后果就跟我爸一样 刘正峰倒吸一类一口男气 想不到还有这样的事情 但是这个只能算是威胁 也不能算是证据 我知道 所以我只是想将这个东西拿回去 说完 小黑子将自己藏的东西拿了出来 这是一张借条 我妈被人给骗了 借了不少钱 后来我知道还是这家公司做的 目的就是想要占据我们家的农田 没想到局长让我进行演习 我就调查了下 发现这个苏生建筑公司的老板魏太明 就在这里存过东西 我就想着可能他会放东西在这里 没想到借条真的在这里 所以这家银行根本不是随便选的 而是你故意的 这个事情你就当不知道 我只要把这个借条带出去 我妈就不用还钱了 那怎么行 刘正峰 你真的要和我作对吗 既然你都说他们害死了你的老爸 那怎么能就这么轻易放过他们呢 你的意思是 既然我们都到这了 不如利用公众关注这个角度 来个现场直播 既然完了 那就玩个大的 可是这样的话 我们没有证据啊 你觉得只有你们家遭受到了这样的针对 他们能够这么长口 肯定害了不止一个人 我们只要找到其他的人 说不定他们有证据 而且就算没有证据 只要关注度够了 寻补那边肯定会重启调查的 你说的对 现在的我如果只是想够活 那魏太明依然活得好好的 我要让他付出代价 你们要的所有东西都准备好了 你看什么时候把人置放了 我会放你们出去的 别那么着急 我有了一个新的想法 什么想法 我要你找个记者进来 带着摄像机 你觉得我会答应你们吗 我们是寻补 不是媒体 也没有权利 让平民进入就这么危险的地方 我们不会对他们做什么的 你跟他们说下 进来可以独家采访我们 说不定他们就同意了 孙光还想说什么 但被刘正峰挂了电话 孙光走向了媒体 看到孙光走来 姜田等人立刻围了上去 你好 你是这次的指挥官吧 你觉得你有多大把握将这劫匪抓住 如果有人质受伤 你们是否会强攻 刚才劫匪给我打了电话 说是想要找个记者和摄像机 进去独家采访 此话一出 众人震惊 直播间的观众 更是目瞪口呆 害人 这个时候居然还想出名 疯了吧 哪个记者愿意进去 这不是养入虎口吗 就是 讲劫是赋业 其实人家是小做个网红 一个记者面面相去 一瞬间竟然不知道说什么 但这个是很危险 这两个劫匪极其凶悍 你们进去我们不能保证你们的安全 指挥官 你觉得我们要进去吗 从个人角度来说 我是不希望你们进去的 毕竟这个事情太危险 你们是记者同时也是平民 但从公众角度来说 我还是希望你们能够进去的 这样能够给我们寻补 带来更多的信息 让我们有把握 能够将两个劫匪抓住 我愿意去 姜田 你不要命了 你进去肯定凶多吉少 就是啊 你这么漂亮 万一 咱们做记者的 自然要奋战在第一线 寻找最真实最可靠的新闻 他们既然想要我们记者进去 肯定是有什么事情 想要和我们说 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 也是一个机会 你的决定让人钦佩 你做得很好 去吧 你进去后 将摄像机对准门上的炸弹 我怀疑那个是假的 只要能够确定是假的 我们就可以强攻 我会的 还有就是多和他们聊聊家人和朋友 很多罪犯内心十分脆弱 心理防线一旦崩溃 很容易起内讧 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好事 这个是微型摄像机 你们的摄像机太大了 万牌肯定会被发现 姜田 我也要过去吗 那当然 你这个机器别人也不会用吧 这样吧 我把它打开放在门头 你自己带进去行不行 你刚才不是还叫嚣着 要三拳两脚干掉劫匪吗 现在怎么成了软脚虾了 你们找记者说可以独家采访 怎么就你一个 他太害怕了 所以就先跑了 你不害怕 我也害怕 但我是名记者 你这个炸弹是你们自己做的 不该问的别问 自己的身材虽然好 但也不至于这么看吧 难道他真的会受性大方 还是看出来自己的别针不对劲呢 这小子以为自己藏在面具下面就可以这么猥琐了吗 眼镜都瞪出来了吧 真是肆无忌惮 禁止你这么看着我老婆 这个姜田虽然长得不错 但是跟苏王比差了一点 这家伙至于这么激动吗 难道真的演话更香一点 这位先生 我这有什么不对的吗 胸口别针很别致啊 你也太变态了吧 居然观察的还这么仔细 别误会 我是在看针孔摄像机 呀